做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光明和幸福的人 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因为我们的幸福都是十分精密的 与他人、与自己的亲人、朋友、民族的幸福交织在一起 幸与不幸全在于自己 幸福不是万物之中 它存在于开戴万物的自身态度之中 如果你介绍幸福的态度不正确 这是知心与幸福的环境中 你也会离幸福越来越远 幸福和不幸是在于自己的心态 也就是怎么样来开戴现在的自己 把痛苦和不幸的标准放在别人的身上 并不能是我们幸福 如果自开到别人外在的幸福 就轻率地判断那超越了自己的幸福 那么你拥有的幸福也会毫不犹豫地离你而去 很多人感觉不到幸福的原因 珍视于他盲目地悲态自己的处境 他们觉得不幸 不是因为自己住的单间房 而是不满意 开不怪租房过日子的自己 从前有一个生前善良 而且热心住人 所以在他死后身上天空 做了天使 他到了天使之后 他仍然尝到完间帮助人 希望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一天天使遇见一个农夫 农夫的表情非常烦 苦闹 向天使诉说 我家的水牛刚死了 没他帮忙立体 我真能下天着夜呢 于是天使赐给他 一只健壮的水牛 农夫很高兴 天使在农夫身上 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 有一日 天使遇见一个男人 男人非常沮丧 向天使诉说 我的钱被骗光了 没盘财回乡 于是天使感男人 凝凉 做路肺 男人很高兴 天使在男人身上 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 有一日 天使遇见一个诗人 诗人年轻 英俊 有才华 并且很富有 气质貌美而温柔 但却过得不快活 天使问诗人 你不快乐吗 我能帮你吗 诗人对天使说 我什么都有 之前一样东西 你能够给我吗 天使回答说 可以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诗人直直的望着天使 我要的是幸福 这下子把天使来到了 天使想了想 说我明白了 然后天使把诗人 所拥有的都拿走了 天使拿走了诗人的才华 汇去了他的容貌 夺去了他的财富 和气质的姓名 天使做完这些事 必离去了 一个月后 天使再次回到 诗人的身边 诗人那是 饿的半食 衣衫蓝绿的 躺在地上挣扎 于是天使把他的一切 又还给了他 然后又离去了 半个月以后 天使再去看诗人 这次诗人 揉着妻子 不住的想 天使道谢 因为他得到了幸福 幸福没有一个 固定的标准 幸福与父 只在于你怎么看待 幸福不在别处 而是存在于你的心中 真正的幸福 不是周围的环境 所感受我们的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创造的 即使自己的处境 不顺心 也要试着心诚感觉的 接受 即使别人拿的少 也要想想还有人 比我们拿的更少 自己安慰自己 不断的给自己打气 只有这个时候 幸福才会眷顾你 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在分给他人幸福的同时 也能振臂力的增加自己的幸福 黎杂德和七子真理 宴具了世界的宣 孝 于是到了一个乡下的小七边 定居了下来 这里有千柳 青山 绿树 他们用原木得建了一个房窝 上面用巨大的松柏树枝遮盖 在窝子的后面 他们挖出一个圆形的池塘 在里面种上了睡帘 央上了鱼 在窝子的前面 开坑出一边菜地 可以在那里种自己喜欢的各种素材 傍晚的时候 他们在院子空框地 带点上篝火 两个人相无意味着 躺在摇椅上 绿沟欢翘的 躺在他们的脚边 一天 李扎德 去小七中 坐鱼 在水中发现了一块金子 这有两千克重 夫妻两人兴奋极了 毕竟他们的生活也不富裕 要是拿到城里卖掉 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可是 他们转眼一想 如果卖掉金子 很多人就会知道金子的事情 不久有大批人就会来到这里套金 他们现在美好的家喻 就会被毁掉 他们不想毁掉 现在只有幸福的生活 一个完美的五度 这块金子被丢进了卧后的池塘中 李扎德和妻子 开着金子 没入了水中 他们也放下了 贤者的心 他们觉得自己美好的生活 终算保住了 他们觉得扔掉的 这是一块王蛇的金子 罢了 相反 保住的 却是他们生命中 最宝贵的金子 到我们学会了 真实而平静的 对待自己的生活 改造到真正的人生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承认 退悦 痛苦 恐惧 退缩的存在 而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 达上了精神之旅 我们不为那些 覆密感觉的存在 而带到羞耻 我们不为此诡弊 不为此牵责 只是单纯的 容许他们的存在 就像金子默默的 沉入池塘里 是一样的